第四个问题 在修行中遇到了父母 丈夫 儿女 张道的难题 唯担心眷属落英国 而心有余悸 秦师父开示 我们如何去对待这些问题 如果你能够如理如法地修行 我相信你的家人不会障碍你 你的家人会障碍你 是因为你修行的不如法 为什么呢 一个人修行如法 对家庭 对亲戚朋友 对灵地相当 决定能够和目相处 决定能够尊重敬爱 哪里会发生冲突 发生冲突 都是我们自己本身一问题 应当要反省 应当要改正 一般我们通常 常常见到的 饮食方面 你修行人吃长酥 看到家人吃婚 特别是喜欢吃海鲜的 那你心里看到了 你就看到表情就 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你家里人觉察的时候 他当然就不舒服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怎么办呢 要懂得很顺众生 随习功德 你要能顺 就没有冲突了 你不顺他 冲突就来了 你要忍 你要让 样样都要人 样样都要让 常年去感化他 要用时间 那么家里人 对你也很爱护 看到你天天吃素食 营养不够啊 你身体会坏了 因此 学佛心地要亲近 心地要慈悲 一定要把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形态 要修好 把招牌要修好啊 家里人看到 天天吃素 没有营养 为什么他身体这么好 你必须要做一个好榜样 要把修行的成果 拿出来 给他看 他就相信 他就明了了 这些道理 了凡思讯里头 都有说 确确确实实 中年以上 素食是健康 长寿之道 佛他不要学 健康长寿 他要 他不要短命 谁要知道 我们这种生活方式 是健康长寿的方式 慢慢地去教导他 去影响他 决定不要有冲突 一定要随顺 加勤建树 你才能读好他们 这个问题 就能够解决 谢谢 那 帮他 咱修 好 咱修